Let's go 一开始就感觉势在必得吧 就必须得拿到这个门票 比较平淡吧 然后毕竟世界赛也打过很多次了 拿到门票之后就感觉无失忠呼 我以为我会挺平静的吧 但是我还是特别激动 因为我觉得就是CNN有联赛之后 我们的第一个以联赛赛区代表队出生的一次吧 所以说这是我的人生第一次 我获得这次大赛资格后 其实到现在都很难以平复内心的激动 就一直很开心 当我们最后拿下最后一分拿到名额的时候 本来应该很激动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激动不起来 虽然很庆幸能去大赛 但是其实就结果来讲 还是在意料之间 所以并没有说太多的情绪波动 我心情是黄钱不负有心人 就是很开心 感觉好不容易熬住头了吧 之前因为没有国父 然后大家都坚持打了两三年 然后今年就是好不容易 被称作VCTCNN的选手 就是我还是蛮高兴的 我觉得还是要背负起 我们VCTCN的一个赛区的荣誉吧 然后为了自己赛区而战 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赛区来说嘛 就是我们是一个展现的面貌 然后但是对于其实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多世界赛了 然后我之前也说过 我说以前我们去世界赛的时候 感觉那是一个不太欢迎我们的地方 然后现在我们是要回到一个属于我们的地方 然后我们要去给VCTCN 在那个地方打出一片领地 就身上背负的东西更多了 但是我觉得背负更多的东西 只能让我前进的更快 更想往前冲 首先加上VCTCNN这个开头之后 我们不再是无名之为 我们是有正式的自己的赛区 代表自己的赛区出征 所以我感觉归属感会有的 然后再加上不像以前那么彷徨无力的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称号非常荣幸 然后毕竟我们如果能在世界赛上打出成绩 是属于我们整个赛区的荣耀 我觉得这是一个身份吧 因为我们之前打世界赛的时候 我们都是作为外卡 就是没有赛区的那种队伍吧 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去更加的专注 以及更加专业去完成我们的每一场比赛 然后为我们的赛区证明 我们不是一个弱的赛区 我们也是有竞争力的 我觉得更加适应了赛场吧 就像我第一次参加日本大师赛的时候 第一次登台看到了台下就是第一反应哇好多人 然后当时可能第一场打踢板还是有点紧的 但是现在打的线下也赛多了也好 还是世界赛多了也好 其实面对场下粉丝多人多的情况下 自己也是不会怯场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跟LA相比的话 其实问题不大 但是如果你要说比较的话 其实应该是跟东京那个时候比 东京打完之后就说实话 我不知道我的队友们现在是怎么样的 反正是我的现在就是已经 我觉得那个世界赛舞台就属于我们的地方 就我去了之后我就觉得 不会有再像当初第一次踏上世界舞台那种 害怕或者说担忧之类的 很焦虑那个时候 就感觉自己更成熟了吧 然后情绪更稳定了 然后也知道怎么在场上去调节自己的情绪 不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急吧 从上一次东京世界赛或者说伊斯坦布尔世界赛到这次的变化 我觉得就是心态上我比以前会更冷静更稳定 然后会懂得怎么调节自己的状态 我觉得跟之前的我比起来 我觉得这一次我更加的从容吧 就更加的淡定 不会像以前那样踏进到世界赛舞台上就开始 手抖或者说脚抖什么就显得很萌新 现在我就是老手吧 我认为现在比起以前 我在舞台上比较不会那么的紧张 或者说不会那么的在意输赢 会比较能真正的享受比赛 然后给大家带来更好的 不管是操作上的感觉 还是说枪法上的感觉 都会比较自然一点 然后自信一点 我其实这次去世界赛 我其实我内心现在是带了个目标去的 觉得我之前打的有点像那种三目像的选手 就是谁都想学一点学一点 但是都学的不近眼 所以说我这次固定了一个方向过后 我想跟闹着打一场 我想上nax挑战一下 试一试我这个风格打下来过后 我自己能不能适配 觉得成绩这方面吧 肯定先是自己全力以赴 然后剩下的我觉得完全就是看天势地利人和了 我个人想完成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在世界赛上拿到首胜吧 我对自己的期待其实意志都比较高 因为无论我参加什么样的比赛 我的始终第一目标都是冠军 所以我对自己的期待当然是世界冠军嘛 虽然我目标很大 但是我觉得还是一步一步来 先拿个首胜 然后其次就是冠军吧 如果我们拿第一个首胜 我就信心会更大 那我就会迈向更大的目标 我觉得我们可以拿冠军 方帕子这次的目标 第一步肯定是取得方帕子属于方帕子的首胜 然后第二步的话 我觉得我们希望能进到四胜或者说前三